前阵子知乎上有个问题火了 为什么网吧的老板 不会赶走蹭睡的人 近2000个回答里 很少有人聊到商业性的因素 大多都在表达对网吧的怀念 这个是某眼查的数据 去年的一整年 全中国就有12888家的网吧关门了 网吧总数更是从2016年的15万家 跌倒了去年的12万家 陪伴着一代人走过25年的网吧 好像正在慢慢的消失 网吧在中国 还有未来吗 时间来到了1996年的5月 咱们国家的第一家网吧就在上海诞生了 名字起得是很威风啊 威盖特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它可是一个高端的奢侈场所 威盖特一共就有50台电脑 用的是128KB的网络专线 尽管当时打开一个BBS论坛 需要20分钟 但网吧的收费却达到了每小时40元 要知道当时全国的平均工资 也只有500元左右 查资料发邮件学习无比输入法 是这些精英人士出现在网吧的三大利用 又过了几年 斯大门户网站相继到来 能网聊能网恋的QQ更是在年轻人中刮起了旋风 还记得曾经那些的星星月亮和太阳吗 开网吧突然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 翻开2000年12月的北京青年报 北京大学南门外西侧的陆北 友谊去处名为飞鱼网吧一条街 它24小时营业来的几乎全是附近重点大学的学生 每到双休日飞鱼网吧火的是那个一塌糊涂 近1000台电脑前作物虚席 后来的只好在门口 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 有不少学生把这儿当成了旅馆 查资料写文章听音乐 玩游戏搞网恋 持喝拉撒睡全在这儿 飞鱼网吧的老板王岳胜当时是这样说的 1997年他第一次搬来了25台电脑开网吧 一天也来不了几个人 可现在2000年了 别说1000台电脑 就是再翻一倍 恐怕也空不了几个座椅 就在网吧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遇到了他的滑铁路 网游传奇在中国的成功 拉开了PC端游黄金十年的序幕 这件事情的功劳簿上 少不了黑网吧与未成年人的痕迹 青少年沉迷网络出现的社会问题 也多了起来 2002年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管理条例出台 重点是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但哪有那么容易呢 在未满18岁的时候 经过网吧的朋友们可以扣个1 这可不能怪我们呀 不是我们不听话 是游戏太好玩了 传奇魔术世界冒险的 一个个的现象及网游纷纷问世 当时的场景是 网吧的座位不够呢 一个人在前面打游戏 后面站着一堆人呐喊 即便是03年的非典疫情 都没有对网吧的火爆产生太大的影响 在03年的3月到6月停业之后 网吧反倒是迎来了一波报复性的消费 这时社会对于青少年网瘾的讨论也是越来越多 网络和游戏开始被人们定义为电子海洛因 06年到10年间 社会大众被触达到的网吧新闻 几乎全都是负面的 07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说了 年底前要实施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 你们这些经营者们要强制安装 2007年的3月 相关的14个部委就联合印发了通知 全国网吧总量不再增加 各地均不得审批新的网吧 而这时国内网吧的总数也超过了12万家 这和片头提到的2020年 也就是去年规模一致 如果说07年的政策只是限制了网吧行业的扩张发展 那么接下来一年发生的事情 就是给了这个行业重重的一拳 起一步隆隆墙啊 移动互联网时代 来了聊天看电影看新闻 智能手机的每一个发展 都在分流着人们使用电脑的时间 彼时虽然愤怒的小鸟啊 植物大战僵尸啊 这些小游戏 相较于PC端的地下城穿越火线 还是简单了一些 但让一个年轻人 在周末从床上爬起来 出门再去网吧开个机的动力 确实是越来越小了 而网吧从业者也开始明白 如今时代是真的变了 当年随便找一个地方 摆几台二手电脑 雇一个混了吧唧的 只会说重启的网管 依然还坐无虚席的时代 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网吧们开始了自救 于是2011年网咖出现了 不仅让高端机械键数 高刷新频率电竞屏 专业电竞椅这些 男孩子们曾经梦寐以求的外设 成为了标配 还配备了餐饮服务 一时间网咖成了热门的打卡地 已经长大了的8090后 开始为所谓的氛围与应酬 来网咖一句 毕竟在他们 也是在我那个泡网吧的年代 空气中永远都是混着二手烟 康师傅 臭脚鸭子 以及厕所的味 而如今180度改头换面 难免让岁数不大的小伙子们感慨 岁月搓脱 遗憾的是 换了层皮 光鲜的外表也遮盖不住此时 网吧的颓势 即便是下一个十年的 先向级网游英雄联盟已经诞生 但2011年 这个隔壁手游还没有完全发力的年份 网吧的上座率就已经下滑 超过了50% 时隔六年后的2013年 文化部宣布解禁单体网吧的审批 巧的是 这一年起格的一家游戏工作室天美 推出了国民级的手游 天天库跑 两年后 这家工作室上线了 手游王者荣耀 抢的就是你端游老大英雄联盟的人 玩英雄联盟都能被手机取代 这对网吧行业来说 无异于家被偷了 刚刚年满18岁的中国网吧 急需一款新的现象级游戏来续命 这时 绝地求生出现了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绝地求生并没有重铸网吧的荣光 却带来了一些回光返照 2017年 绝地求生上线 刺激的大屠杀玩法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的快感 让这款游戏迅速飙哄 那这款游戏对电脑的配置 与网络环境要求比较高 更是一款依赖组队的竞技游戏 于是 网吧成为人们玩绝地求生的绝佳场所 一下子涌来的人群 让老板们是老泪纵横啊 为了让玩家们有更好的吃鸡体验 很多网咖纷纷升级硬件 加大投入 甚至有人认为 网咖的风口已经来了 装修增援一把缩哈 可以说 绝地求生 加速了网吧向网咖的全面转型 但历史却没有赋予这款网游 网吧救世主的命运 2018年的1月 绝地求生达到了150万平均在线玩家峰值之后 人气逐渐处于一种下跌的状态 在2018年的11月迎来了最低点 只有41.8万的平均在线玩家 和89.6万的巅峰在线玩家 数量下降了接近73% 人潮退去 留下已经砸完钱的网吧老板们 2019年开始 人们的手机里还渐渐多了各类的视频APP 甚至在网卡里等着进游戏的时候 玩家们都在刷着斗块或者是小破绽 去年的疫情更是掐着网吧的脖子 想让它快一点驾河吸取 我们都无法否认网吧正在成为一种小众的场所 甚至慢慢变成了某种怀旧的精神消费 有人高考完在网吧里度过了最后的高中时代 有人在一块钱一小时的网吧里学会了photoshop 从此有了全新的职业选择 改变了命运 还有被一分钱难倒的英雄汉 可以在空机位前睡一个踏实觉 25岁的中国的网吧 在已经长大的8090后眼里 也许并不是一个让他们染上网瘾的毒瘤 而是满载着自己青春印记的精神符号 时代的演变没有人拦得住 就像没有人拦得住匆匆离去的青春一样 所幸我们处在一个还可以大摇大摆去网吧开机的年纪 也处在一个还能轻而易举找得到网吧的年代 闲来无事带上自己的身份证 下班后咱们去网吧通宵吧